深夜大雷雨 台北市内湖康乐隧道也传出灾情 隧道口外满地泥泥 还有大大小小的落石 警销人员一货报 马上赶来拉起警戒线 也不管雨势多大 各局处人员加快速度清理路面 因为隔天就是周一上班日 康乐隧道东往西往大湖公园方向的入口 吐石滑落面积约15平方公尺 第一时间立刻单侧车道封闭 从晚上十点多开始清理 直到凌晨一点左右恢复双向通行 外头下大雨 没有想到连捷运站也出状况 4号晚上南港捷运站严重积雪 乘客来往小心翼翼放慢脚步 生怕一个不小心会滑倒 连身上人士要打电梯也得穿过积水才能通行 只见站内人员不断清扫 拿起水桶和拖把一遍又一遍清除地面积雪 但这可不是受到外头雷雨影响 而是南侧的血管堵塞一流 大量自来水不断冒出 整个大厅扎门和部分月台层积雪 连手扶梯也暂停使用 乘客进出车站受到影响 清洁人员花半个小时排除 隧道口外土石花落 捷运站内异常积雪 还好短时间内都迅速排除状况 也无人受伤 TVBS新闻怎么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